但是球队对于主教练的人选 应该说从来没有动摇过 很早就跟刚才五十是采取了续越 绿城队在前场左撮的进攻 交到底线附近 一对一 汤到禁区内 这个球呢 还在危险区 这么快又取得了禁球 球进了 汪松 汪松刚才我们刚刚提到 这是队中的老将 而且是场上的精神领袖 看这个球完全是 杭州的外援阿甘利文个人能力 底线突破下底川中 这个球呢 我感觉成员磊啊 稍微有些慌张 其实这个球呢 旁边并没有很能绿城的队员呢 跟他去争抢 这球完全可以把球稳稳地接住 但是呢 我们看成员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把球击出去的同时呢 击得并不是很远 击到了汪松的脚下 我们看汪松很果冠地一脚抽射 滤城 马佐拉下进 这个球 哎呀 空门啊 好球 马佐拉的传球 这个球 滤之后 分到进区内 面对门将一个挑射 所以呢 给你发挥的空间呢 就是很少的情况下 同时呢 自身的这个背后的空囊 就可以被 杭州旅城团圈 看我们看看这球 打对方身后 这球 二比零了 二比零了 就是高敌 就是高敌 两场比赛都有进球啊 这个球啊 其实送直线的这个球员很关键 嗯 送了对方一个身后 打身后 这下打成了 进区内有一个点 有了 好球 雅各布 这就是我们提到的 就是雅各布有这个能力啊 就是门前强点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对 就是这么一个机会 杭州旅城的这么一次机会 对 嗯 而且还取得了进球 张远这个球传得非常的到位 这个球给了一个前点 张浩坤把球解为了 这个球阿根 飞下 三比一 三比一 进球的是曹轩 曹轩 曹轩 曹轩这是球队的中位啊 升高马大 定位球用防守的 人定人防守 又出现了很大的漏洞 你看 你看 这个球离他最近呢 应该说还有拉拽的 这是队长李哲 哎呀 这个球让人家抢到自己身前了 这个球 摔到进区里面 这个球 这个球 这个球看财弹怎么吹 是不是给了假摔 再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假摔啊 到进区内 自己有点亮强 应该还是有一个腿部上的接触 有接触 嗯 王鸿友从大连队离开之后是来到了绿城 哦 这个球我们看看 肃力的反击 这是个好机会 这是好机会 哦 好机会 哎呀 雅各布啊 多带了一下 到现在为止 我感觉他这个体能还非常好 呦 这个球 哦 这个投球的位置啊 其实已经出来了 江波刚才也算立功啊 嗯 虽然不是对方的阻力 但是实际上也不能自己出色的 口袒 划新的内功务 这个时候财弹人士三声哨响 全场比赛结束